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颗月季 我这颗月季 这一波花大概开了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最后两朵花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给它提前做处理 因为这两朵花虽然说它还有一点观赏性 但是想要它还能继续开一波花的话 大家要提前给它做处理 不然的话天气太冷了就开不出花来 所以趁这个时候还有点温度 还适合给它开花 大家提前处理掉这些残花 我们给月季修剪残花 只要坚持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把一张叶片 只有三片的给它修剪掉 大家看到没有 像这种三片的给它修剪掉 然后保证这个叶芽往外生长就可以了 像这一朵也是一样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片叶是往外的 这个叶芽也是往外的 那么下一次它长芽出来 就往外生长 不会往里生长 就不会相互影响 因为我这一颗月季 之前给它使用了大量的干养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不给它再补充养分了 我会给它使用这种 叶芽复合原液 因为这种叶芽复合原液 它是一些有玉活菌 土壤中的养分 在这些有玉活菌的作用下 就能快速分解 能让月季吸收 而且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每次用上小半杯 这种复合原液就可以了 兑上大概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五天给它交换一次 让它快速分解 土壤中的有机制 转化为营养 能给月季快速吸收 达到一个塑效肥的效果 那么我们除了用这种 叶芽复合原液分解 有机制之外 还要给它喷湿 高磷高甲的水溶肥 磷酸热青甲 那么这个磷酸热青甲 它也是一种叶面肥 给它从叶面补充高磷肥 能让它促进花芽分化 让它下一波开花更快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使用 叶面肥磷酸热青甲的话 一定要兼职三天给它使用一次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大家这个时候不要担心 它出现肥害 月季它是比较洗肥的 怕担心出现肥害的话 给它喷湿叶面肥的第二天 给它喷一次清水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月季 能开第二次花更快的一些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